国际山岳日是一个特殊的国际纪念日 它旨在关注和纪念山岳的重要性 提倡保护山岳环境和推广山地文化 这一天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以深入了解山岳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同时呼吁全球共同努力 确保山岳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 山岳是地球上特殊的地理现象 其壮丽的风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着游客和科学家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展和发展 山岳地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包括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等 因此保护山岳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而国际山岳日的设立 正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山岳环境保护的关注 推动可持续的山地发展 山岳的重要性 山岳在地球上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自然价值 首先 山岳地区是重要的水源区 奇迹雪和冰川融化形成的河流和湖泊 为人类提供着珍贵的淡水资源 许多大江大河的源头都位于高山地带 这些水源对于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 山岳地区是丰富的生态资源库 拥有众多独特的动植物物种 对于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起着关键作用 此外 山岳地区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带 冰川的变化和山地生态系统的变动 直接影响着全球气候的稳定性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展和经济的发展 山岳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 过度的发木 开矿产 建设基础设施等人类活动 造成了山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态平衡的失调 冰川融化加速 导致洪水和干旱频发 对周边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 同时 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和不负责任的观光活动 导致山地生态受损 破坏了山地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 因此 保护山岳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山岳日的意义 国际山岳日的设立 旨在唤起人们对山岳环境保护的关注 这一天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以深入了解山岳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同时呼吁全球共同努力 确保山岳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 在国际山岳日这一天 各国政府 非政府组织和环保机构都会组织各种活动和宣传活动 向公众展示山岳环境的重要性 宣扬山地文化和传统 推广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同时还会通过研讨会 论坛 展览等形式 探讨山岳环境保护的挑战和解决办法 促进全球合作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这一天也是像那些 在山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的日子 从科学家到环保志愿者 他们在山岳地区的保护和维护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的努力和奉献 值得我们的赞扬和支持 保护山岳环境的挑战和展望 保护山岳环境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 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为了实现山岳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 我们需要取以下措施 加强立法和政策 各国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保护山岳环境 限制对山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同时加强监督和执法 坚承违法行为 维护山岳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 推动可持续旅游 山岳地区的旅游业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但也是对山地环境的一大威胁 因此 我们需要推动可持续旅游 鼓励绿色观光和生态旅游 减少对山地环境的破坏 保护山地生态平衡 加强科学研究和教育 加强对山岳地区的科学研究 深入了解山地生态系统的运行和变化 为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 加强公众教育 提高对山岳环境保护的认识和意识 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和行动能力 国际合作 保护山岳环境是全球性的挑战 需要各国携手合作 共同应对 国际社会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 分享经验和技术 共同推动山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 总结 国际山岳日是一个特殊的国际纪念日 旨在关注和纪念山岳的重要性 提倡保护山岳环境和推广山地文化 山岳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自然价值 但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保护山岳环境是全球共识 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确保山岳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 在国际山岳日这一天 我们应该深入了解 山岳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共同努力 推动可持续的山地发展 这一天也是像那些 在山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的日子 他们的努力和奉献 值得我们的赞扬和支持 只有通过全球共同努力 才能确保山岳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 让山岳地区成为人们共享的宝藏